来你看我们这个 我跟你说 你来之前 我们还是四位数五位数 现在你马上一来冲到六位数了 谢谢 都是来看你的 支持你的朋友们 我不是以流 我就是拍戏拍哑了 好 我们优着点 大家不要担心 你也不要担心 没事的 我能不担心吗 别担心 真的没事 好那这样子 今天晚上 身体被儿棒 今天晚上咱就多多脸 咱少用点嗓子 说的这些产品方面 交给你好兄弟 我 没事 我真心诚意的为大家推荐 好 OK 那说这么多 接下来的话 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一个重头戏了 就是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连麦 相信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已经期待很久 对不对 我看到弹幕说 他们说 我等这个环节等的这个不错都老长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我要说明一下规则 这一轮环节 我们将会抽取三位的幸运粉丝 进行现场的连麦环节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这个耳麦给一下 我们蕾蕾 蕾蕾可以先带一下 那稍后的话呢 我们会抽取三位粉丝进行连麦 那粉丝宝宝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一会儿连麦的时候都可以跟我们蕾蕾说 蕾蕾到时候你给我们粉丝送上这个新年祝福 OK我们是直接拿着打赔他还是那么高 没事我们这个后台工作人员 我们的老师会帮我们连麦的 好好好 来接下来我们这个连麦环节就正式开始吧 我们这位粉丝可以跟蕾蕾打个招呼吗 喂你好 好 喂你好 听得见吗 是我吗 现在 现在应该是到你了 对对对 是你这位朋友 现在你连先的是真的蕾蕾 活的蕾蕾 没有没有没有 好可以可以 我们这儿还有 好 好 OK 好 有什么话想对蕾蕾说吗 蕾蕾好 主持人好 想问蕾蕾一些问题可以吗 您说您说 请问 就想问一下蕾蕾有没有用这台手机 记录一下生活中一些比较出的你的话 或者是绝美自拍 我是听到 他应该是问我说蕾蕾 你有没有用这台手机有什么自拍 对对对 他问这个最近有没有用我们GT5Pro来进行自拍 有没有拍摄一些 有啊有有 我现在前几天拍了健身照还发了微博呢 啊 好 发了微博 好 这位粉丝 有听到蕾蕾的回答吗 有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 是我们的信号不太好 还是他的信号不太好 这位粉丝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年的愿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呃愿望就是呃因为蕾蕾嗓子不太舒服嘛 嗯嗯所以我的愿望我就自己来说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您说您说 啊呃希望蕾蕾能祝小蕾蜜们呃龙年平安喜乐 希望蕾蕾能祝小蕾蜜们龙年平安喜乐 希望蕾蕾能祝小蕾蜜们龙年平安喜乐 啊好 没问题 听到了 听到了 哎我们可以祝福一下他们吗 呃祝屏幕前的各位小蕾蜜们呃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天天开心 然后心理健康啊 然后天天开心比较重要 嗯天天开心啊 好我们谢谢这位小蕾蜜 哎满意了吗 啊 嗯然后还可以注意一下我的 他是在这个上面是吗 我们都有 哎您说您说可以注意一下你的什么 啊你说你说 呃希望蕾蕾可以注意一下我的妈妈爸爸身体健康 呃希望蕾蕾可以注意一下我的妈妈爸爸身体健康 啊哦 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然后呃那个跟你女儿好好的好吧 啊女儿就是挺好的 是个不错的优秀的呃孩子 嗯嗯嗯 啊谢谢蕾蕾 新的一年祝你们一家人都好 啊都好 天天开心 嗯嗯 谢谢 好我们谢谢我们今天晚上这一位来抽出来的粉丝 谢谢 哎我相信他今天他2024应该也会开心一整年的收到了我们蕾蕾 非常实在的祝福啊 嗯啊对不对 好 来那接下来的话呢 呃我们还有吗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这个蕾蕾呢 啊我们还有一位是吗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后台老师 哎你能听到声音吗 哎听听听听听听听 好 哈喽蕾蕾你好哎呀好开心可以蕾蕾呀 哎哎好来 冷静一下 来宝宝有什么话想对蕾蕾说 来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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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想先给蕾蕾送一下新年祝福 嗯我们是不是听这种 我想先给蕾蕾送一下新年祝福 啊您说您说您说 祝蕾蕾新的一年可以勇往直前万事顺遂 把蕾蕾干头更进一步我们永远都会爱你的 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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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蕾又说到啊 好那粉丝宝宝2024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嗯我的愿望是就是我今天交了我好闺蜜 跟我一起来看蕾蕾的直播 她想找一个像蕾蕾一样帅的男朋友 可不可以让蕾蕾祝福她一下 呃我祝她成功 我祝她就是就是早日遇到她的真命天子 我觉得大家找对象可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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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什么模范啊 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加油啊做更好的自己遇到更好的人啊 嗯嗯 因为你知道更好的 谢谢蕾蕾 嗯嗯 谢谢蕾蕾 嗯好 好我一定替她谢谢你 好也谢谢这位呃为闺蜜着想的好姐妹啊 谢谢你谢谢你 好行我们后面还有吗 好我们还有第三位 好啊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第三位粉丝宝宝 好啊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第三位粉丝宝宝 好哇哇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哎好哎好像有声音了哎好哎好像有声音了那蕾有没有什么祝福想送给我们所有的蕾蜜们呢 龙年的希望龙年吉祥啊龙年吉祥身体健康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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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心想事成啊好好好行那我们第三位粉丝啊他可能有一点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啊好那我们就先挑这还能有技术性调整啊好那咋吧在火车上啊在火车上断掉了对好没事没事那这样吧这个粉丝的话呢我们后续给你安排一下好吗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先来我竟然没有赶火车中啊 喜有此理不不你应该想的是啊他都去赶火车的说明有急事但居然还要腾出时间来跟你连埋说明你对他来说很重要我竟然刚才跟他生气我真不是人哎呃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那这样吧呃呃呃这位粉丝呃一会我们请后台的工作人呃问他有什么愿望好不好好比如说他想吃什么嗯想喝什么到时候呢你请他来吃好不好好好我请他吃上请他吃火车上最好吃的 那是套餐套餐啊好好okok好那行那我们这个连埋环节我们就先简单的过一下啊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很感谢雷雷给我们的啊粉丝宝安们都送上了祝福甚至还送上了霸王餐哈哈哈哈好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咯好那刚才我们粉丝朋友们说了很多这个新年的新期待哎要不我们就今年也是龙年吧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想跟雷雷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玩一个跟龙有关的这个成语接龙 同时把这个龙年的祝福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好不好也算一个小挑战are you ready什么挑战就是啊我们现在龙年了嘛接下来我们玩一个这个四字四字成语啊就是说跟含龙的这个成语好不好含龙的成语对你要来要不我先给你起个头还是你先来呃龙的我来起个头啊我来了啊你来望子成龙望子成龙好有点有点好望子成龙那我来一个啊嗯我来一个 成语接龙啊也是四个字啊哈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弹幕里面啊有说什么这个啊我啊也有说这个望子成龙的跟你一样啊对还有这个什么龙马精神龙飞凤舞龙腾行乐龙腾虎乐啊好哎我觉得大家这个都很热情啊那热情怎么办按照以往我们的惯例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为大家抽取一位这个幸运的粉丝宝宝了好不好好来OK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可以 发送这个弹幕啊有龙则铃来参加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好不好有龙则铃OK大家到时候你喊321要不要喝口水要不要我不用不用是吗好好好OK好坚持一下来接下来请大家发送弹幕啊这个有龙则铃四个大字有龙则铃稍后的话呢我还是跟之前一样好哎您喊321啊悄悄的喊就行或者你给我个手势吧你给我个手势OK好OK然后我来帮你击屏好不好OK来抽屏来 321好有龙则铃好哎哎这位粉丝他发的发错了我们再来一次发错了你还你身数字就好了没事我还是有张罪的能力好好OK321停好这位这位日暮星辰这位粉丝宝宝日暮星辰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奖品到时候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尽快联系您把来的这个祝福还有来的这个照片送给您 好的那不知不觉今天晚上的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雷雷的话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开心很开心是吗我觉得今天这个嗓子限制了我的发挥没事没事不然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就是更多的更好的交流一下那我有个小小要求咱们下次再来好不好下次我们嗓子好撞得好一点的时候可以给你泡个罗汉果好不好我给大家下次来本嗓子好了我给大家翻一个给大家翻一个对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下次realme和吴蕾的剧场而且很强巧我刚刚有龙则灵我现在说读音不太一样但我一想都是有龙则灵啊因为我马上我的暴雪应该就快播了在暴雪的时候灵一阳令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说我还挺期待有龙则灵啊可是不知道灵灵不灵啊肯定灵肯定灵所以家人朋友们到时候接下来不管蕾蕾的大屏幕还是小屏幕的作品啊我们大家都去好好的 支持一波蕾蕾好吧你看这个今天这个嗓子状态都没有没有说明很用力啊屏幕部分打响很认真啊屏幕部分打响啊说明我们这个拍戏肯定是很认真很投入好的那这个啊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好那最后的话呢呃我们也很感谢蕾蕾让我们直播间做客跟大家度过一个很美妙的夜晚谢谢蕾蕾期待下一次蕾蕾在直播间里面翻一个啊啊翻一个好那最后啊最后啊蕾蕾在直播间的话也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中午GTO Pro农年限定 朋友们 就是我们的朋友们 来送一个 这个礼合福利 好不好 可以 再送一个 再送一个 好 那接下来 大家刷起我们这个弹幕 龙年心想事成 好不好 龙年心想事成 好 六个大字 龙年心想事成 来 稍后的话呢 你还是 能喊 不能喊 给我一个数字就好 有龙泽灵 怎么开玩笑 好 龙年心想事成 大家 慢着来 都心想事成 2024 顺顺利利 好吧 龙年 不是龙年 龙年心想事成 好吧 好 来 那我们倒计时 我来往你喊 3 2 1 好 恭喜这位 Josley Josley 我不知道我英语 有没有读对 好 我们回观一下 恭喜您 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的 新语儿 可以获得我们龙年 限定礼盒 超大的奖品送给她了 感谢 好的 那今天晚上 我们也非常感谢 雷雷来到直播间 也谢谢直播间里面 各位朋友们的陪伴 2024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 雷雷更多的 优秀作品 也希望雷雷 今后一路 无所畏惧 磊落 不凡 好 好 雷雷最后 给大家送个龙年祝福 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吉祥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希望大家不仅是龙年 希望大家在往后的 碎碎年年 都不会再出现像我今天这样 嗓子不利的情况 然后也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 也想工作伙伴们说声抱歉 实在抱歉 我们都很爱你 能看到你已经很满足了 感谢雷雷 谢谢你 谢谢雷雷 我走了 好 谢谢雷雷 拜拜 谢谢雷雷 谢谢雷雷 好 掌声欢迎纵下雷雷 谢谢雷雷